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23号公布了今年的第一季财报 营收213亿美元大降9% 创下2012年以来的最大降幅 获利11亿美元年减高达55% 调整后美股盈于45美分低于预期 面对电动车市场逆风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在电话会议中信心喊话 他也透露评价车款有望提前投产 虽然马斯克和特斯拉都没有说明 明星的评价车款是否就是外界预期售价2.5万美元的Model 2 也没有说明新车款是全新车型还是小幅改版 但评价车款提前推出了消息 仍激励特斯拉盘后股价跳涨超过10% 新唐人野太电视张麒麟综合报道